赖金德院长是我的算是好朋友 但是他刚才讲的重点 我觉得我要回应一下 第一 他讲到台湾在国际上面的局势 还有两岸的局势 我觉得还是不拖出 过去民进党在强调的意识形态 第二 他说出将来想要做很多政策 老实说 为什么呢 过去三年为什么没有做呢 老实说 也是让人家有点失望 觉得说 其实可以三年前就开始做的 那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们在数位科技 还有产业发展的这些方向 接下来我想要跟我们各位朋友分享一下 我们在产业这块的一些想法 这些日子 善真和韩国瑜 在各地倾听我们中小企业业主也好 劳工也好 农民朋友也好 他们都一再地反映 说这些年来 台湾经济的情况 每况愈下 可是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 完全不知民间疾苦 尤其是因为蔡英文的错误观光政策 让我们旅行业 游览车 计程车 餐饮 旅宿 艺品 夜市等等 越来越萧条 从业人员的收入大量减少 民怨沸腾 所以这些我们接触到的民众 都希望我们说一定要好好救台湾 让他们以后的日子能够变好 的确当我们看到 蔡英文总统得意洋洋地说 现在是台湾经济二十年来最好的时候 台商回台投资超过七千亿元 还有股市已经上到一万两千点 这些数据的时候 我们和大家一样 老实说心里面并没有喜悦 而是有点难过 因为我们觉得蔡英文总统离我们人民实在太远了 他好像在告诉我们说 你为什么不去吃肉糜 蔡英政府还是忘了 还是不想想起 我们最近几年 尤其最近 我们国内公司跟工厂 歇业的加速屡创新高 上市公司的获利减少两成 已经连续十二个月 我们的外销订单是负成长 放无薪假的劳工 已经超过两千五百人 在马英九总统执政的期间 到台湾来的观光人数增加了2.7倍 观光外汇增加2.6倍 蔡英文执政的这三年多 人数虽然号称有些增加 但是观光的外汇其实大幅减少 表示我们的人民根本赚不到钱 蔡英文政府不去解决人进不来的问题 还反过来采取补助国民旅游 跟发放夜市券的方式 简直就是头痛一脚 观光本来就是应该尽量赚取 国外观光客的外汇 现在反而要靠我们台湾自己的 纳税人来补贴 这个真的是让我们 对蔡英文政府不知道要讲什么 去年12月11个国家的CPTPP已经生效 今年11月15个国家的RCEP完成了谈判 明年要开始生效 签署生效 这两个区域贸易协定 涵盖了亚太地区19个国家 这19个国家占我们台湾贸易出口额超过7成 我们台湾当然要设法加入 刚才赖钱院长也讲到了 否则我们的企业产品出口 会受到竞争国家 他们不用缴关税 可是我们要缴纳高额关税 不公平的待遇 最后我们国内这些工厂 会被迫关厂 签到有签署贸易协议的这些国家 但是蔡总统执政三年多来 这方面进展几乎没有 我们拿双边FDA的协议来看 我们这三年只签了一个国家 哪一个国家 史瓦地尼 各位听过这个国家吗 你知道它的贸易额占我们整个贸易的比重有多少吗 讲不出来 这个国家拿来充速交卷 我觉得它是在交白卷 相较于我们过去和新加坡 纽西兰跟中国大陆 签署了经济合作协议的成效 两边执政的能力高下立判 如果蔡英文总统还要再继续执政四年 我实在不知道 我们台湾如何对我们将来四年的经济发展 会有信心 尤其11月初 蔡英文总统说 已经吸引了超过7000亿的回台投资 但是被立委咨询的时候 经济部却坦然回答说 其实资金都没有看到 换句话说 回流的资金其实是零 另外 蔡政府也故意忘记 她拿国内投资来淌赛 国内投资 其实国内重大民间投资已经行之有年 以前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每年都能够做到一兆2000亿以上的目标 蔡总统执政以后 换个名义 还提供优惠的贷款 结果成果只有以往的六成 还拼命吹嘘 为了选举就只为吹嘘 美化数字 欺骗选民 这样对我们台湾的经济 和我们人民的生计 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蔡英文总统 漠视中国大陆崛起的事实 不只把台湾对外和两岸关系搞坏 对于可以操之在我们的部分 包括如何让有竞争力的产业能够更强 让没有竞争力产业赶快能够调试 老实说 我们在Google上面找了老半天 政府的网站看了半天 都没有看到有效的对策 但是相对于蔡英文总统 对于发展台湾经济 束手无策 韩国与国政贡围团已经提出 能够带领台湾 迈向繁荣与均富社会的政策主张 今天我就要做几个重要的项目 跟大家说明 我们第一要推动一个叫做 庶民经济希望工程 我们要设立一个 1000亿的庶民经济希望工程基金 协助中小企业 中南部 中基收入 妇女 农渔民这些弱势的族群 发展他们的经济 我们会成立一个庶民经济服务团 来辅导餐饮观光夜市等等这种庶民相关的产业 第二我们要用更大的格局来拓展我们的观光产业 我们会把现在在交通部底下的观光局拉出交通部成立一个独立的观光部 我们会提升观光的基础建设 我们会重点在国外行销我们台湾的观光 我们政策也要有非常强的配套 我们的目标是在韩国瑜第二任结束的时候 2028年 我们来台的观光人数要达到2000万人次 观光外汇要达到一兆 观光业的产值要从现在GTB占4% 至少要倍增double到8%以上 第三我们要打造一个自由开放的经贸环境 我们当然要积极创造加入CPTPP和RCEP的条件 在六海一空一个农业特区推行自由贸易经济特区 在确保台湾主权和经济安全底下建立两岸制度性的贸易机制 第四我们要再造产业竞争优势 利用刚才讲的很多数位科技 这里就不再重复 第五我们要健全投资环境 有效地解决五缺的问题 我们要把财经政策导回专业 不让政治形态干涉我们的企业决策 提供适当的租税优惠 吸引台商跟外商来台湾投资 再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个 我最近亲身经历非常难过的事情 就是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 毕业以后一直在高雄工作 我们前两年毕业40年重聚的时候 大家非常高兴在规划怎么样事实重聚 可是在重聚的几个月前 因为罹患肺腺癌过失了 我想这不是一个个案 我们各位的观众网友 我们的亲戚朋友里面难免都听到 有人不幸罹患了肺癌 这个不是个案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统计 我们已经成为亚洲肺癌罹患率 仅次于北韩的国家 但是蔡英文一点都不感到愧疚 以前不是一直在喊说用爱发电吗 但是现在继续增加燃煤 是用我们人民的肺在发电 也就是用癌发电 所以我们的赖前院长 在立法院打询的时候 他曾经说 如果以空污为标准 最好的能源就是核电 但是现在民进党却继续推动 2025非核家园 继续再使用赖院长讲的 干净的煤在发电 不断地产生P2.5和二氧化碳 危害民众的健康 我想我在讲的赖清德院长 应该非常有体会 因为赖清德院长 自己是一位医师 看到民众因为空污而离癌 因为P2.5 而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 或是失智的增加 特别是多少儿童 每天在痛苦地与过敏 和气喘对抗 您于心何忍 所以我再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非核家园的政策是 既谋财又害命 我们对蔡英文曾经说过一句话 解决空污是下一代的事 这句话推卸着责任 我们大家要去怎么样面对它 我们大家应该摸得心 好好想清楚 不能继续 感谢观看